陈彦市您好 萨主任生您好 我叫邵玉锦 特别好奇想请问陈彦市 您第一次到深圳是什么时候 当时深圳给您留下了怎么样的印象呢 第一次去深圳应该是80年 那是深圳刚刚开始起步的时间 80年我到深圳下火车的时候 罗户站是茅草棚 初站就是那尼巴 然后一大队三轮车 这是最早一次 我从剑桥回来以后到莲花山 看到那个云全部压在莲花山上 离我就很近 手都能抓得到 躺在那个绿草地上 因为剑桥到处都是特别绿的草地 非常优美 我说我要来这里 我就这样下决心到深圳去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深圳的时候 应该是08年 是我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深圳是一号线和四号线 然后我去了世界之窗 锦绣中华 大小梅沙 但是有些地方是没有通地铁的 只有开车去 而到现在深圳已经有了 11条地铁的线路 让我觉得可以乘坐地铁 去往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 然后也感叹这个城市的发展 和地铁的建设 深圳有一句口号叫 来了就是深圳人 而现在我成了一名深圳人 也成了一名地铁人 你负责哪条线吗 我是在竹子林维修中心 维修中心竹子林 修地铁的 没有 维修维保 它属于车辆带维修维保 你是后期运营管理人 是的 我们修地铁人 叫有期投信 我们修了 我就不管了 但是地铁运营人 他们为了大家的安全 他们只能在业力 去维修车辆 每一列车 每一个螺丝钉 每一个地方 都要仔细地检查 确保地铁上线没有问题 地铁运行没问题 所以这些莫获运违的这些人 我们叫它无期投信 用成员式的话来说 我可能是属于无期投信